为了方便市民在香港办理内地驾驶证 工联会位于湾仔的跨境通联服务中心 在7月2日已经开始投入服务 首阶段会为有需要换领内地驾驶证的 合资格香港居民提供体检服务 同时市民亦可以透过中心 一站式换领内地驾驶证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港人有兴趣是自驾不上 而其中我们看到单向透过港车不上 领取的车牌证已经超过六万 现在因为有免试的换领驾照 但要跨境回到最近的深圳 亦看到名额很热切 很多时港人都需要用一天甚至两天的时间 甚至排期换领都有时需要两个礼拜 以往市民如果需要换领内地驾驶证 需要亲身到内地车管所办领逐证手续 还要提交内地承认的体检证明 和被有认可的白底彩色近照 手续相对繁复 而跨境通联服务中心就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 市民可以在香港一站式办理逐证手续 不需要亲自到内地办理和裸证 至省申请人的时间 我们推出这个服务 包括有我们的注册西医 可以为办理人士做好身体检查 包括视力、身高、活动能力 可以合格之后 我们的西医就会发出合格的证明 办理的证件在五至七个工作天内 就可以来回我们服务中心领取 跨境通联服务中心采用网上预约的方式 办理手续 市民只需要透过中心的网址 完成预约 再按预约时间前往服务中心办证 预计一小时内就可以完成程序 我们服务中心现在首阶段 可以为香港市民持有内地的私家车 和电单车驾照 办理这个续换令的服务 所以要请我们的办证人留意一下 你们的内地驾照 在到期前的九十日 和到期后的一年内 都可以来到我们服务中心办理 我们根据内地相关的规例 我们服务中心现在只是服务 七十岁以下 持有内地驾照的人士 一个续换令的服务 服务中心现时只接受 由拥有内地驾驶证的香港居民 续换令申请 未来将扩展至其他有香港车牌 但未拥有内地驾驶证的香港居民 免考试换令服务 现时有续换证需要的市民 可以在网上预约后 带齐有效的回乡证 身份证和内地驾驶证 前往湾制跨境通联服务中心办理手组 服务中心的服务时间是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点至下午六点 星期六就开下午两点至六点 星期六就开下午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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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